我們待會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A欄裡面有關戶的東西放到B欄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目前這邊是有答案 你可以把答案先刪掉一下 那可能會需要三階段的練習 第一階段的話 就是先用函數來完成 那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要用哪一些函數可以完成 我希望把瓜糊裡面的資料放在隔壁欄 OK 那這個地方可能會 當然不是叫你突發鏈鋼 因為突發鏈鋼永遠做不完 OK 我想應該還是會有人突發鏈鋼 點兩下C-C-V 點兩下C-C-V 但是我就是不要你用突發鏈鋼 所以第一個 你要用哪一些 當然我提示一下 第一個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尋找Fy Fy什麼 Fy前刮斧 Fy後刮斧 它會跟你講說 第幾個字 那你在用MID的函數切割就可以了 所以Fy加MID應該就OK了 只是Fy加MID要怎麼做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 第二個動作 請你把它變成聚集 我一樣需要兩個按鈕 按下一個按鈕自動完成 一個按鈕自動清掉 OK 第三個的話 就是把它變成今天講的VVA 那VVA大概有幾種形式 第一個就是把函數的公式做輸出 第二個的話 比較難 不是輸出公式 是直接在VVA裡面處理完之後 再把最後的瓜乎裡面這幾個字放進來就好 而不是丟一堆公式 而是丟最後處理完的結果 不過兩個相較之下 當然輸出公式一定是最簡單 因為你已經有公式 你直接就把它輸出就好了 但是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輸出結果 那你就要想說 如果在VVA裡面 比如說我們在Excel裡面用Fy函數 可是VVA沒有Fy函數 它尋找又是另外的函數了 所以你要知道說 用哪一個函數可以取代Fy的功能 也可以做到這樣的結果 再想想看 所以也一樣 一、二、三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試看這個部分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這一題 所以剛剛的部分 那個函數部分 主要是用剛剛講的 其實主要會用到三個 Fy、MID跟IFWARE 為什麼IFWARE 因為裡面有沒刮符的 如果沒有刮符會造成它有錯誤發生 也就是你叫它找什麼資料 但是裡面卻沒有的話 會發生錯誤 那你必須用IFWARE過濾掉 好,大概會有三個 怎麼做等一下再講 另外的話 就是 這個是輸出公式 把剛剛的Fy、MID、IFWARE 直接丟過來就OK了 就是一個回圈 加一個輸出 跟剛剛一樣 然後清除 另外的話 就是 直接輸出的結果 這邊就空的 這邊就是最後的幾個字 所以相較之下 因為字數整個會清爽很多 尤其是如果你的整個工作表 數量很多的時候 那應該要用這個方法 這樣會 執行效率也比較快 另外的話 節省空間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難度比較高 也就是你要想說 如果用什麼 那個公式裡面用Fy 可是VBA到底用哪個函數 那VBA裡面也有MID 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OK 那VBA裡面怎麼做邏輯判斷 這個就是待會要講的重點 所以我們一步一步的增加一些難度 所以每個範例 難度我都有調整 先從比較稍微簡單一點點的 然後再慢慢稍微難一點點的 然後再後面就有更難一點的 直接會拿什麼 大數據的資料來跟各位講 尤其是我還蠻喜歡用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不好 那因為台北市都有公開資料 比如說住宅切到案件 歷年來的資料網路上都有 而且筆數還不算太少 那如果我想統計說 歷年到底 治安從104年到110年 是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差 當然有時候不能說 我覺得 那你如果討厭的人 隔壁的人 你可能覺得越來越糟 好差喔 如果你喜歡他 像有些年輕人 我發現他很喜歡阿伯 阿伯做得很好 然後覺得治安越來越好 但是我覺得有些東西要客觀一點點 對不對 那怎麼客觀 拿數據出來嘛 對不對 這有些是騙不了人的 一看就知道了 這個資料其實網路上都有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關鍵字就打一個開放資料 因為開放資料 對應的其實就是什麼 開放政府 所以政府要開放 讓人民也就沒有什麼 你點第一個就是了 這裡面有大概六萬多筆資料 也就是從中央政府 到地方政府 所有的資料都有 那你在這邊打一個竊道 因為這個竊道應該跟那個 這個什麼 治安有息息相 沒有人願意東西被偷吧 第一個就是什麼 台北市的汽車 自行車 自行車應該比較少 然後還有什麼 有沒有住宅的 住宅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住宅 那這邊有個CSV CSV其實就是直接可以用Essal開 所以你點開來 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應該直接可以下載 下載之後 你就可以統計了 只是說 當然如果你會用方法的話 很快就OK 可是如果你不會用方法的話 那你怎麼知道 治安到底好不好 我跟各位講 非常簡單 用樞紐分析表 兩下就OK了 馬上可以得到答案 弄個折線圖 就知道 到底 因為折線圖 時間有關 是越來越多 還是越來越少 答案就在這裡 會的人 大概三分鐘就搞定了 不會的人 光看到這個資料都頭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後面要實作 所以為什麼我要講這些VBA 那其實你可以加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好好用喔 兩下子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請各位回去可以先找一下這個吧 我剛剛是開放資料 這個資料太多了 關於治安啦 甚至是像跟人民 像最近物價不是漲嗎 其實這裡面也找得到 有關那個物價指數的 或者是跟交通有關 像車禍 有沒有等等的 太多了 OK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可以找其他的 這個部分後面我們會延伸再來講 好像在雲端白板裡面也有 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邊就有一個是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 那其實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類似統計什麼 統計這個 有沒有 這個折線圖 有沒有 然後呢 到底治安變好還是變不好 其實蘇女有分析表 馬上給 然後我想知道哪一區的切單件最多 用一個圓形圖就出來了 然後呢 我想知道 到底哪一區的數量多少 也可以用直條圖 甚至是哪一條路上 我想要找最多的前十條 就好了 前十條 到底哪幾條 等等的啦 相關的東西 還有什麼時間最容易失竊 甚至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直條圖 裡面又可以有一個 就是數量 比例的部分 好 那這個後面我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回到剛剛這一題 剛剛講的喔 所以會有第一個 三個這個 這裡出來了 Ctrl向下 3299筆 有沒有 那其實這邊就有什麼 哪一個 哪一區 哪一條路 發生竊交案件 那不過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要怎麼樣把區抓出來 你要把路抓出來 有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資料裡面喔 它其實有一些不規則 像這個台北市理論是要有區 區後面應該有里才對 里後面應該有林嘛 可是你會發現喔 它有些地址 有區一定有啦 但是那個什麼里跟林不見得有 而且後面這個字可能是切 可能是路 還有可能是什麼 什麼切嘛 什麼路 還有可能是什麼道吧 市民大道 有沒有 還有什麼凱達格蘭大道 在旁邊 不過它應該不會在裡面吧 因為凱達格蘭大道只有總統府啊 好 如果那邊失竊的話 還得了 那要把它抓出來 所以這個回去 請各位可以先稍微預習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好了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得到這個公式 那首先的話呢 請各位一樣先把這個題目打開 然後呢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練習的話 先直接在B3儲存格 不要再B2 為什麼 因為B2裡面沒有瓜糊啊 沒有瓜糊 你一定找不到 所以我們可以分三個階段 也就是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的話是FINE 所以第一個插入函數的話 我們找一下文字類裡面的FINE 有沒有 FINE 那FINE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FINE TEST FINE TEST 應該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找什麼 找這個資料 然後呢 WITHIN WITHIN 應該是什麼 找錢瓜阿虎 所以修一個錢瓜阿虎 看一下 欸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出現 緊VALUE錯誤 為什麼 沒有 所以顯然 應該是我們邏輯 對於那個什麼 參數的誤解 為什麼 FINE TEST 應該是找什麼次元才對的 WITHIN 是在哪一個字 所以把它顛倒一下 我印象中OK了 所以這個參數名稱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不太清楚 應該是找錢瓜阿虎 去哪邊找 去這裡面找 就有了 有沒有 那有時候 假設你這個 這個 函數 假如不太確定的話 可以做 最後確定 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底下的解錄 如果 反而解錄不對 那應該是你的那個順序顛倒 那沒關係 顛倒一下 所以喔 找錢瓜阿虎 WITHIN 的話是去哪邊找 OK 找這個 然後找第三個字 沒錯 那 可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找到錢瓜阿虎 然後後瓜阿虎呢 那其實 我只要把錢瓜阿虎的位置 向右一個 就是加1 就是這個第一個字 然後後瓜阿虎的位置 再往前面這個字 那就是我要的這幾個字 所以我要怎麼可以抓到這幾個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第二階段 其實可以把這個公式先減下 再插入第二個叫MID OK MID 那MID的話 他會問你一樣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哪個字要挖在這裡 哪個字開始 這個錢瓜阿虎的位置 記得要加1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1的話 他會連錢瓜阿虎都幫你帶回來 所以下一個 那幾個字 應該是後瓜阿虎的位置 所以可以把公式貼上 然後把這個瓜阿虎改成後瓜阿虎 第九個字 減掉什麼 錢瓜阿虎的位置 但是理論上我是錢瓜阿虎的下一個字 所以還必須減1 OK 按確定的話 那你會發現得到就是我們要的 可是喔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我剛剛第一個動作是先fine錢瓜阿虎 然後貼上之後這個後瓜阿虎是改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往上填滿 或者往下填滿 會發現問題 什麼問題 怎麼有緊開頭的 那在issail裡面 如果是緊開頭的 表示錯誤訊息 就是 什麼錯誤阿 這個應該是number 後面是他的訊息 什麼地方錯阿 value value就是 你給的資料不對耶 為什麼不對 因為呢 你不是叫我找錢瓜阿虎嗎 那你為什麼裡面沒有錢瓜阿 所以你這個資料是不是有問題阿 所以他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看到緊開頭就是 什麼錯誤 所以剛剛不是叫緊Name有沒有 Name的話就是名稱錯誤 因為他找不到那個fi這個東西 好 那錯誤怎麼辦 要不就是說 你找想辦法讓這個錯誤發生 要不就是掩蓋掉 怎麼樣掩蓋掉 就是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請你幫我把這個錯誤訊息 改成沒有東西 那怎麼做 如果發生錯誤 所以喔 油標一樣放在b3 請你把這個公式 再減下來 選舉減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錯誤過濾的 這個函數就是邏輯 那ifl其實是兩個函數的合併 一個是if 一個是is there 那這個滿方便的 按確定之後的話 第一個value 我們就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呢 如果後面是錯誤訊息的話 那該做什麼處置 當然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那你就照原來的輸出 可是呢 如果錯誤的話 那幫我改成 沒有東西 就是意思不要出現錯誤啦 前面有講過嘛 跟那個vba那個輸出沒有 沒有就是什麼 這樣就沒有 跟那個vba裡面的清除 那個道理一樣 兩個雙以後 OK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向上填滿 你會發現過濾掉了 向下填滿 又過濾掉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 就是這一串公式 主要有1 2 3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就是 試試看 那錄字句集 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錄字句跟前面一樣 我就不講 因為這個 等於是把動作彩排過 然後錄字再加註解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可能比較難的是vba 所以待會我們直接跳vba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講的這個 範例的解答 雲端上也有 你們可以看雲端白板上面的 151 也是一樣有一個解答檔 然後你把它打開 裡面其實就有剛剛講的 那主要是利用三個函數 Find Mid 跟If 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齁